熱騰騰的針腳 還散發著陣陣白色蒸氣 店員一把夾起針腳 塞進塑膠袋 隔壁桌上起碼已經裝好 五袋準備外帶 忙不過來 都還在排嘛 我們來過來就不要排 我們從高雄來 從高雄 特別過來這邊掛年 對 員工一把一把的 將麵粉捏成球狀 再用鐵棍將麵粉球 擀成圓形麵皮 再迅速的包進肉餡 一顆顆小籠包才大功告成 元旦曙光帶來大批人潮 讓員工的手沒聽過 也讓花蓮觀光業再度沸騰 堆得比人還高的蒸籠 還冒著陣陣蒸氣 店裡面擠滿了人 就算外面下著雨 民眾穿著黃色雨衣 撐著傘排隊都要吃到包子 你從哪邊來 台中 特地過來 業者為了因應人潮 忙到連說話的時間都沒有 排隊至少要40分鐘 業績也好了三成 對比一下 過去半年來陸客銳減 讓知名包子店生意大受影響 甚至傳出要裁員 但因為跨年賞曙光 又讓店家門口出現 長長人籠 台東知名米苔木店內 滿滿都是人潮 但是 老闆娘看到店內坐滿了人 卻雨帶哽咽 原來過去半年來 花東觀光人數大幅如前 而跨年還有曙光帶來了人潮 也為花東觀光業打了一劑 搶心針 記者五彩訓 賴永成 曹衛生 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